KPOP KPOP 大家好 我是沐洋 這幾年我發生一個非常劇烈的變化 就是我從一個完全真的是完全 完完全全不追星的人 成為一個現在有很喜歡的團體 甚至很喜歡follow KPOP 就是韓國團體消息的人 我甚至成為了非常非常多團體的音飯 你們如果想要跟我聊天 聊到一些KPOP的團體 比較近期的我基本上都聽過 都看過 都聽過他們的歌 都看過他們的MV 看過他們的大哥 有這個轉變 有現在這個體驗 讓我現在才有辦法回答很多觀眾的發言 然後我也才真的發現說 原來真的幾乎每一個人都會有自己喜歡的偶像或團體 不管現在近期是來是過去曾經有過 每次開問答都會有人問我說 我會不會想要蒐集小卡啊 然後專輯啊 周邊啊等等的 會不會想要花錢買這個那個什麼之類的 或者是明明家裡已經不夠放了 還是會想要一直狂買的話要怎麼辦 會不會感覺不買就不夠支持了 那要怎麼克制不去買呢 以及莫陽會播多少預算去看演唱會 花在追星周邊上面呢等等等 就是對 有非常非常多的發問 首先呢應該有很多人有follow到 就是我雖然追星 但是我基本上是沒有在購買或是蒐集周邊的 確切來說是我不主動收不主動買 但是這些東西有很好 我會很開心 尤其是我身邊會有很多很熱情的朋友會送我 那這個時候呢我會好好的收著 把他們當作整鬼的禮物來放著 然後展示出來 但是可能也是因為我感受得到 我擁有這些周邊實體的商品 我這個心動跟滿足的感覺吧 好像不如我直接去看綜藝 看打歌影片來的多很多 就譬如說我看一個很好笑的綜藝 我就可以看得非常開心快樂的不得了了 尤其MV啊各種跳舞的challenge啊等等 也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津津有味 甚至可以不停不停的重播 然後我就被滿滿的娛樂到了這樣子 畢竟現在是資訊那麼爆炸的時代 網路上的物料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很多好看的圖好看的影片也是超級多 是真的爬也爬不完的那麼多 我已經是不那麼主動搜索的人了 我都可以被源源不絕的推播 給耗掉好幾個小時 如果說我還要各種研究 周邊怎麼買怎麼收多少價格買不買得到 我覺得我可能都沒有時間去做其他事情了 畢竟我也是一個興趣還算滿廣泛 也都有意義在投入更多更多的人嘛 我還是會想要播非常非常多的時間去做 這麼多的事情 對 所以呢就算我不花那麼多錢追星 我還是有很多休閒的開銷 我只是想說其實我也沒有很忍在休閒開銷這一塊啦 我覺得我自己做的開心我有收穫 也是一件就是很值得投資的事情 那回到實體物品 譬如說專輯啊小卡等等這些的 我自己個人的價值觀跟做法 可能目前還是圍繞在 不會特別想要產生實體物品的這種花費類型 這個可能也跟我的性格跟我現階段的想法會有點關係 喜歡不一定要收藏實體 比起擁有周邊可能網路看一看就能更好的滿足我了 加上追星可以做的 無實體物的花費也是滿多的 像是去看演唱會啊 然後疫情後開始很新奇 用電影院演唱會轉播的方式 以及可能去其他地方旅遊的時候 會去偶像區過的咖啡廳等等的菜店 光是這樣我就覺得追星已經很有趣 很被滿足到了 那不過我會這樣講 其實也只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說 每個人真的都不一樣 如果你的目標是要自我滿足的話 那麼你在支持的同時 你就真的要去徹底了解自己 到底是為什麼做任何形式的購物 比如說買小卡好了 那這個是因為真的可以帶給你快樂嗎 這一份快樂可以維持多久呢 它是可以帶給你更多正面價值的嗎 因為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就是有一次有一個粉絲投稿 他整理房間前後的照片 然後整理完之後 他就把類似這樣子收集到的 偶像的卡片排排站的 一個一個貼好貼在牆壁上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覺得這樣可以讓他更有動力的讀書 因為他很想像那個偶像一樣 在認真的時候真的非常非常的認真 那我就覺得哇這個花費 真的對他來說太有意義太值得了吧 因為他可以把這個實體物 他的正面效益 影響到帶到他的學習上面 我個人的潛見是認為 如果說買了能夠讓你非常的快樂滿足 尤其又沒有其他要擔心的事情 譬如說買這些 不會影響到你的生計 不會影響到你其他方面的預算 那有何不可 很多人來問我的時候 是因為他的數量已經多到 是會影響到家裡的收納 他沒有地方擺要開始亂堆了 這時候一樣是回頭去想 那到底哪一個對你來說更重要嗎 為了保留這些 就算影響你生活中的櫃子 就算放刀爆掉了也沒有關係 還是說因為你其實是在乎你生活 使用的流暢度的 你會想要保留空間上面的一點餘裕的話 就是需要控制量嘛 所以又回到精選的問題上 去選擇對你來講更重要的 把人生留給對自己更有價值的一切 所以很簡單 你更想要留這些物品因為這個更重要呢 還是你更想要環境整齊有一點餘裕呢 因為那個更重要呢 哪一個更重要呢 你就選哪一個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就回到剛剛開頭 很多人問我各式各樣的問題 我會不會想要收集小卡專輯周邊 這個對我來說真的 沒有也沒有關係 我會更傾向把預算留給演唱會 跟我自己的其他興趣 下一題會不會花錢買這個那個呢 以實體物品的話真的是不會 那如果你是問我演唱會或是節目的觀看權限 譬如說最近我自己喜歡的2017 他有出一個綜藝節目叫Nana Tour 這個觀看權限我就有買 再來是明明家裡已經不夠放了 還是會想要一直買的話要怎麼辦呢 要反思在已經擺不下的情況下面 你想要維持空間的舒適 還是你擁有這個偶像周邊 哪一個對你來說更重要呢 又或者是說如果要失去一個 哪一個對你來講更痛苦 就每個人心裡的那個天稱可以啟動一下 去平衡出你覺得最適合你自己的 如果這兩個都一樣重要 那你就是要互相都犧牲啦 譬如說我不能扯氣實體 我可以堆 可是我又不可以影響到我讀書的空間 所以我也不可以真的多到不可理喻 或是說你可以設定數量的上限 譬如說你最多最多擁有的小卡 上限就是70張不能再多之類的 你可以自己去設定一套你自己覺得對你最適合的規則 好下一題就是要怎麼克制不買這些東西呢 我覺得這就很像減肥一樣 就如果你是一個很喜歡吃甜食的人 我不可能說因為我很想要克制我想要減肥 我一輩子我就不吃甜食 我一定會發瘋 這一定會大反彈的 所以不是不買不是真的去壓抑跟克制 這一題一定是適量才是唯一正解 那每個人的適量真的都不太一樣 這個只能自己去摸索了 下一題就是會播多少預算去看演唱會 因為我入坑非常的晚 我入坑演唱會這件事情非常的晚 我這輩子只看過兩場演唱會 一場是idol 一場是nifan 就這兩場 只要目前是我有興趣的團體 我是個in fun的情況下我就會去 這是我最新的第一順位要花錢的事 除非我現在瀕臨到財務的困難 不然基本上我有搶到是我有興趣的團體我就會去 這樣機會也不是說有就有 下一題這個題目很特別就是會不會感覺我不買這些就不夠支持了 目前呢我自己的手燈唯一有的就是這個seventeen的二代手燈 這個是我閨蜜送我的生日禮物 那seventeen其實已經出到三代了 所以我曾經有冒出過一個念頭就是 如果出去活動不一定是演唱會 然後大家都在揮三代的時候我揮二代我會不會顯得 我怎麼沒有去支持去換成三代呢 不僅僅是因為我後來反思到 其實他們沒有要來開演唱會我根本就沒有機會回啊 我是比較佛系啦 因為如果屆時真的他們忽然轟動說 要來開演唱會然後下一代的第三代 全部賣光了我都買不到了 我覺得我還是可以用租的 所以對我來講解法很多 那這些是圍繞在我自己的價值認知上 目前對我來講 比起支持偶像 我覺得自己的空間更重要 那當然這些都圍繞在什麼能夠對我比較滿足之上 我一度也會覺得哇我會不會不夠支持我喜歡的團體 我這樣是不是不夠粉 哇我都沒有跟著其他人一樣 就是都會去買專輯買小卡買簽售買各式各樣的周邊 但老實說要抱持這麼在乎他人的想法去支持去追星 真的太累了 追星的目標 目的真的就是自己開心就好 追求自己全方面的滿足 這個不就是最重要的嗎 如果我要因為沒有去買什麼東西而感到痛苦難受 就只是因為會不會顯得我不夠支持 我覺得太累了 我們每一個人也都會有自己的人生要過 有自己規劃的預算嗎 然後會有真的自己發自內心覺得非常開心快樂滿足的時刻 所以做某件事真的有沒有辦法讓自己開心 去評估這一點算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以上就是我對於追星花費還有平衡生活的一些心情啊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自己對偶像周邊開銷啊等等的想法 因為畢竟雖然我在這邊偷偷不覺得講 但是我自己追星的時間 那叫什麼年資很短 我從2021才開始喜歡看這些 然後會去參與追星的生活的 對所以希望還有更多前輩有任何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囉 或者是你自己目前有什麼追星上的困擾的話 也都歡迎在下面提出 歡迎大家多多交流 那我們這集就這樣子囉 先聊到這邊 大家掰掰 掰掰 我知道你 你感覺到這世界全獨自在 但你必須要 把你的信心在我們 然後我們會幫你 因為我們只想要最好的 做個月 做個月 做個月